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战胜过的悉尼FC和全北现代赛后 上岗主帅佩雷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关于这场比赛 佩雷拉重点称赞了上岗的防守 的确 本场比赛上岗的控球率不到三成 各项关键数据也落后于对手 但在比赛节奏被夺走的情况下 上岗在防守端表现得相当稳健 并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 由奥斯卡助攻洛佩斯 以2比1的比分战胜了对手 佩雷拉说道 这是至关重要的三分 我对于球队的表现非常满意 球队展现出了很出色的精神面貌 比赛中我们的防守也做得非常到位 对手来多 哈后只打了2场 而我们打了4场 这种体能落后的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 但我们的球员通过拼夺和努力 拿下了比赛胜利 本场比赛 上岗竟派出了洛佩斯单外援首发 佩雷拉也谈到了这样做的原因 他认为赛程实在过于密集 葡萄牙人解释道 赛程十分紧密 我们必须要根据赛程的密集程度来安排阵容 来适应这样的赛程 如果我们是一周一赛 我会有更多的解决办法 但我们现在没三天就踢一场 对手还都很强大 我当然希望球员能够一局打出高位低强 但我的球员们也是人 他们不是机器 我不会去强迫他们 做出一些身体 机能不允许的事情 佩雷拉补充道 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 上岗队长福尔克 本场比赛 连大名单都没进 此前有媒体人爆出 福尔克和佩雷拉已经彻底闹翻 留在酒店 没去球场 在发布会上 佩雷拉也没有提到福尔克的情况 此外 佩雷拉也称赞了几名关键球员的表现 他表示 蔡惠康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 他作为队长展现出了队长该有的精气神 老队员和年轻队员也让我眼前一亮 比如说余海 他的经验起到了巨大作用 我们的U23门将和左右边货位也表现得十分出色 本场比赛的竞球功臣被佩雷拉称赞的蔡惠康也出席了发布会 本场比赛的贾努布球场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场地之一 蔡惠康也借此机会表达了对于国族冲击世界杯的袭击 他表示 在亚冠赛场上 我们要找回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赛前 有很多的外界批评 或者不太看好我们 但是今天 我们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 我知道今天的这块场地 是世界杯场地 我也希望国家队能在未来的40强赛表现得更好 包括后面的12强赛 我们也要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